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款的是 由Channel33和新西兰华人互助慈善基金会 共同打造的乐龄分享站节目 我是来自华助会的主持人LV 这一期我们继续请来上一期的嘉宾Sanny 她是新西兰的注册营养师 那么Sanny上一集您给大家分享了很多 关于怎么样选择一些营养 营养食物的一种理念 是应该选择怎么样类型的食物 那其实除了这些营养的食物以外 我们必须得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是的 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有一个好的营养饮食习惯 是可以帮助我们 继续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营养素 预防我们一些质病的出现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去收复 让一些老年也没有那么疲劳 而且如果她是有慢性疾病的话 也可以预防这些疾病的病变 那些等等 也可以帮有好的饮食习惯 也可以让他们心情放松 开心变成心理健康也有一个好处 所以有好的饮食习惯是有各方面不同的帮助 对啊 那是身心都有帮助的 没错 那怎么样才算是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呢 像我们上一期提到的 要吃各种各类不同的食物嘛 大家都记得是一天要吃多少量啊等等的 那所以我今天会讲到 譬如说你每餐应该怎么吃 才算是一个营养或是均衡的 大家可以想象到 譬如你有一个盘子在你面前 你可以把它分成一半 一半我们是要吃的蔬菜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上次提过了蔬菜有很好的维生素 纤维脂 然后这些纤维要养我们有保护感 所以我们也可以有保肚子饱了就不会吃那么多 其他不健康的食物 然后另外一半的盘子 我们就把它分成一半 四分之一 对 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汤水发黄物 就是我们的米饭啊 面条啊 馒头啊 土豆啊 马铃耳 番薯啊 等等的那些汤水发黄物 那另外呢 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幼类了 我们的红幼 白幼 海鲜 蛋类 或者是你是素食籽 就是你的豆鸡品 或者是幼的代鸡品 来补充就是 你一餐下来 有释出到各种各类不同的食物 还有就是我们补充了水分 可以是喝水 或者喝我们的汤 好像是外人的汤水啊 这些 也可以补充水分 有水分 足够的话 预防我们可能会 中暑啊 脱水的情况出现 所以水分也是很重要的 其中一种 我们要吸收的 对 那像您给我们建议了 这样的一种 饮食习惯的一种方式 那有没有一些 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 是老年人一定就是 不要忘记去补充的呢 像我们上一期提到的 就是很重要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蛋白质 蛋白质 对 蛋白质就是我们提到 又帮助我们的肌肉收复啊 四包的更生啊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身体来说 也是对老年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 那蛋白质 就是因为我有一些老人 可能他们会从网上啊 各种什么老中医啊 那些来得到一些秘方 就是说什么高血压不能吃红肉 什么糖尿变不能吃主食 这些其实都正确吗 其实在网络上受的不一定是正确的自信 像你说的高血压那些等等不能吃红肉 也不完全是对 因为可能你要选的是瘦的红肉 瘦的 对那这样就减少你的动物脂肪啊 然后红肉里面也有很好的铁蛋白质 所以对于老人家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食物 那除了这 我们之前提过老年人要吃蛋白质嘛 要怎么帮助他们好一点失收 能吃到足够蛋白质 比如说他们在早餐 可能如果现在冬天了 可能会喝粥啊 那些等等 你也可以把一些税肉加进去 那这样也可以让你吸收到一些红肉 或者是肉类在你的早饭里面 或者是你说 我早上可能喜欢吃一个麦片 你也可以用奶 牛奶来煮 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它那个蛋白质吸收 或者是有些老人呢 他可能比较喜欢用蛋白粉 或是那个牛奶的粉 奶粉 奶粉 也可以把它拌在里面 这样也可以帮助它增加那个蛋白质的失收啊 还有钙 还有钙这样 对 除了以外还有就是 他们煮菜的时候 可以就是把蔬菜跟肉一起煮 或者是你可以采取用一些豆技品 豆腐啊 对 豆干啊 豆干啊 那些 因为那些对老人家来说比较好咀嚼 对 所以可以加进去 或者是煮个水蛋啊 那个也容易入口 也不会那么硬 水煮蛋 对 水煮蛋啊 容易和饭一起吃 然后也好的蛋白质在里面 所以这些也可以帮助它增加蛋白质的失收 除了以外 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坚果 因为坚果里面也有好的高的蛋白质 还有好的脂肪在里面 所以这个可以上方面帮助补充的蛋白质 也有好的地方进去你身体里面 减进你的胆固醇 那其实像老年人要补充蛋白质以外 我觉得是不是钙都很重要 因为我经常之前有很多节目里面 都听到很多专家都说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跌倒呀 就是经常会有可能一种身体不太平衡 引起的一些意外这样子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日常的饮食上面能够改善一下呢 对 因为老人家他容易摔倒 然后他摔倒的时候很容易交成骨质 因为他们有 对 骨折 对 就很严重 对 有骨质缩松的问题 其实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会把在我们身体是一直在楼湿这个钙的 对的 特别是老人人 所以我们才要从食物中补充足够的钙 放入骨头里面 所以像你说的我们吃钙也是很重要 我们之前提过可以喝豆奶 牛奶 酸奶那些等等 或者是他可以加奶粉进去 那些食物里面也可以帮助他钙的失收这样 好的 那除了牛奶以外 好像要多晒太阳是吧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除了钙还有维生素D 对 维生素C也是帮助我们的骨肋的 所以维生素D其实需要我们出去多晒一下太阳 才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卷化 变成维生素D来帮助我们的骨肋 那我们要怎么去晒 也不是就是一直在太阳底下猛晒 爆晒 对 我们是需要可能大概一周四到五天 大概晒个十五分钟 每天十五分钟 差不多每天四到五天吧 一周四到五天左右吧 那像老人家他们去散散步啊那时候也可以就是能晒太阳的时间 现在冬天还好 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就今天避免中午的时间 因为在西西兰还是太阳还是蛮猛热的 西西兰的太阳是太猛了 对 所以我们要就是防止在晒象啊 所以可能在脚象啊或是傍晚的时候走走步啊 去晒个十五分钟太阳啊 这样对他们来说也可以施收到一些维生素D 其实这个也是蛮好的 对对还可以协调一下手脚的一个平衡和那个 就是协调性 增加他们的协调性 没错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老人家他真的没办法了 就是失效猪猪的钙的时候 他也可以跟他们的家庭医生去相量 可能家庭医生可以开一些钙片给他们 帮他们补充钙 对可以补充一些微低的营养品 嗯这样子是吧 对我们通常都是都建议能从食物或者是大纪元能失收到 对对对对对对 尽量从食物中吸收是最好的 对没错 就不用去特别去加什么加这个加那个 对对 因为老年现在有很多习惯都是会吃一些保健品啊 对这样子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营养素这样子 对我们就希望他们从他们比较小的 月亮的食物里面吸收到猪狗的营养 因为如果他再多加很多不同的保养品 我们不知道跟这些保养品跟他如果有在吃药的 有没有一些冲突 或者他吃了这些保养品他可能就不太想吃正餐了 对对这样也会 保养品也会有那个饱腹感是吧 有一些可能他吃太多你然后也喝水一起喝下去 你就肚子女全都是水跟保养品 可能就不太想再吃正餐了 对的对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能够在日常饮食里面能够补充到 或者是能够均衡的吸收您所需要的营养的话呢 那就尽量在日常饮食里面吸收 那就不用另外去再补充了 如果您需要补充的时候 不妨也要咨询一下您的加因 那么记住蛋白质和维生素D都是老年人的好伙伴 那您可以不妨多尝试多吃点关于这方面的食物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来乐龄分享站 之前Sunny跟我们介绍了非常多一日三餐带来的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还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还不单单是有一日三餐 有可能在观众朋友们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 您正在嗑着瓜子 也有可能在剥着橘子吃 那么Sunny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平时的零食可以有什么选择吗 好的我们第一次讲到我们老年人需求 可能没有年轻人来得多 所以要多餐小吃 所以来的就是我们怎么吃得健康一点 从我们小吃里面 首先我们要吃之前提到了 小吃一点盐分高糖分高油分高的食物 好能吸收更多纤维素的食物那是最好的选择 从这个来说我们要怎么选择 像你之前提到脖子橘子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水果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宁食小吃的一个选择 也可以增加你的维生素啊纤维素 当然啦如果你是有碗糖尿病的那些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这些水果就分开来吃 特别是之前提供的香蕉 不要一下子可能整条香蕉吃下去的话 就把你的糖分都一起提高了 血糖变高了 一根香蕉分两次吃 分两次或者是你可以买那些小型的香蕉 小一根香蕉就是小小一只 那这样一条香蕉就等于一份这样吃下去 就可以就是有补充到你的营养素 还有足够你吃了一点水果 其中的一份的量了 除了水果之外 我们也可以考虑吃一些蔬菜啊 蔬菜也可以当零食 可以啊 比如说你的芹菜 我不是可以把芹菜在上面涂一些花生酱 一来可以加成我们的纤维素 然后花生酱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 所以这样也可以补充得到你的 维生素 纤维脂还有蛋白质 那芹菜需要先煮熟吗 你可以烫一下吧 有老人家觉得生吃不太习惯的话 可以说我烫一下 然后你可以不要烫太久是吧 对烫太久 可能把你的营养素融失在水分里面了 你可以就是 老人家可以芹菜啊 或者是红萝卜啊 那些可以切开一条一条来吃也可以 或者是他们喜欢的话 也可以拌一个叫Hummus 鹰嘴豆泥的酱 这样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在里面 所以这样放起来 所以可以是一个健康的零食 然后可以补充你的蛋白质这样 那像甘果应该也可以吧 对 甘果没错 甘果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呢 还有我们好的脂肪在里面 但是也是注意到一点 甘果始终还是液量高的食物 所以吃的过量还是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 当你吃的过量的液量没有排出在 没有足够的液量去分散出来 足够的运动的时候 变成就造成脂肪继续在你身体里面了 所以我们可能大概 三分之一杯或者一个手掌心 这样洗几颗甘果的话 就其实蛮不错的一个名义选择 当然你就选择一些就是 NATURUM就是没有加工过 没有加盐 没有加盐 对 那些就是比较 没有烤 要不要烤 烤是可以 烤是可以 你就不要加盐啊 或是你看到市面上 现在有很多是加了调味的 可能是有蜜糖的啊 或者是有一些就磨了 焦糖 或者在外面有巧克力 这样的 当然是很好吃 但是变成你从一个健康的小吃 变成不太健康的选择了 对 老年人还是尽量避免 对 这个可能是要注意一点 或者一些我们叫Rice Cracker 就是用米做的一些 米饼 米饼 那些也可以就是做一个 小吃的选择 还有我们的酸奶啊 那些也可以 那米饼在选择的时候 要不要看一下它的那个盐分多不多呢 如果你选择是natural的那些 就已经很好了 对 有一些可能是有紫菜啊 那些 也是可以的 像韩国类的零食 这个应该是韩国日本的零食都蛮多的 对 蛮多的 所以这些就是有不同的小吃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或者是你老人家吃个小饭头啊 那些也是可以的 就是与饭一饭之间 只要不要吃太多 造成你可能变成正餐吃不下去 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对 是的 还是要以小 少餐 少餐多吃 多吃 多餐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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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多餐小吃会比较好 对对对对 对 就不要让自己消化不了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消化系统如果不好的话 那对于老年人身体的负担还是蛮大的 对 因为我们都提过了他们就是年纪开始大 消化系统也会减慢嘛 对的对的对的 没错 那像零食我们也知道了 那对于平时无论是吃零食也好 或者是正餐也好 正常的那些卫生食品卫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对 没错 因为如果你没有好的食品卫生的话 你可能会有食物中毒啊 对的 然后肤色啊 嘔吐啊 这样对老年人来说 其实身体也是很不好的一个负担啊 然后他们也会很不舒服 然后我们要怎么注意就是 你在选扣的时候要注意到你买食物 你要看它的标签是在 它会多给你一个日期嘛 所以是在这个 最早前 对 最早前 或是是有一些是用选择日 就是你在哪一天之前要把它用完 最早前就是在这一天之前 它的食品丙级是最好的 所以哪个是还可以就是你过了这个日期之后还能吃 但是如果是用选择就是在这个之前要吃掉的 你一定要吃掉 过了这个一次就还是有两种 对 就不要吃了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奶季瓶哪些会有一个用选择日在 可能过了里面可能容易 变质了 然后你不知道可能有湿菌机身在里面的话 你软人家或是其他人吃进去就会 有闹肚子啊 肚子痛的问题 没错 除此之外你买的时候你可能要看一下那个 包装 比如是罐头的 它有没有生瘦啊 或者是有 就是凹了进去 那些可能就避免不要麻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变化了 对的 对 所以这些也是要注意 在选择的时候 对 生锈的那种罐头的话 会容易把锈给带到食物里面去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细菌的滋生的 对 这个要注意一点 对 然后凹进去是由于有可能是由于食品在里面 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了 所以就引起它有一些凹陷的出现 对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 尽量避免选择这样的食物 对 还有就是你把食物买回家之后啊 你的储藏方法也要注意 配运要把生的熟的分开来放 熟的要再放在你的冰柜上面 生的方向避免你的生的一些柚子 挤在你的手指上面 变成就会有交叉感染的问题出现 对 生熟分开 对 还有就是你放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把你在里面快要过时的食物 把它挪在前面放 不然你把新的东西一直翻进去 你就把只是新买回来的 一直先吃掉 你放在柜子后面啊 或者冰柜里面的东西 可能过了一两周就才发现 哎 我还有一个土豆 或是还有一个柚在哪边忘记了 是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在买东西回来 放回去的时候 这个可能就要注意一点 另外在你煮东西的时候 或是在预备你食物的时候 首先我们的个人卫生很要注意 你要先洗手 你们都知道 处理肉之前要先洗手 或者是你上完厕所啊 打完喷嚏啊 那些都要先洗手 科普就是把你 没有细菌带到你要准备的食物上面 没错 而且你要吃肉或者吃菜 最好是把它分开 有一个肉的切菜的板 或者是有一个专门是肉熟食的 一个专门是给蔬菜的 这样分开来 最好如果你有不同的刀子 可以用不同的刀子来吃生肉跟蔬菜 这样就不会有交叉感染的情况出现 也避免到这些细菌 移到另外一个食物上面 而且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就是煮的时候要注意 要把东西煮熟 或者是煮透 或者是你要摘入食物的话 确保这边是肉类啊 鸡肉那些要摘叶到一等的程度 够热了 不然你吃了不够热的食物 你不知道它可能已经 还有细菌在里面你不知道 那细菌去都会有食物中毒的问题出现 好的 那我好像听说就是关于有一些肉类 买回来以后好像不太建议去清洗是吧 是怕清洗的时候把这些细菌可能是会带到其他的砧板啊 或者是你的其他蔬菜啊那些上面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分开的话 其实清洗是没有问题的 那最后是把它就是分开 然后煮的时候确保要把它软成熟透了 不要看到就是红红的要把它熟透才能吃 对的 所以老年人在健康饮食这方面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毕竟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呢 我们的肠胃会逐渐的减弱 身体的机能呢也会慢慢的会变差一些 所以老年人在这方面是非常注意的 无论其实无论我们年轻人或者老年人 其实都要注意这一点 那特别特别是盯住我们的老年朋友们 您真的是要注意您平时买食物的时候 看清楚标签看清楚食物的质量 然后还有在家里面要分开处理 就是等于说生熟食物要分开处理 还有就是您应该要把食物给煮熟煮透才可以吃 这样子那您的身体就会棒棒的 那这一期的节目呢到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非常感谢Sanny来到我们这边做客 给我们讲解了非常多关于老年人健康饮食方面的知识 相信我们观众朋友们也有非常多的收获了 好的那下一期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跟大家分享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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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再见